一大早韩国瑜现身 基隆新市场来帮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国梁扫街 韩粉通通围上来 抢着要握手合照 但等等主角到底是谁 一旁幕僚赶紧带头帮谢国梁拉抬身世 韩国瑜走在前面拱手败票 不只是走到 连外面大马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桌上摆满各式基隆小吃 两人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 被问到接下来有没有机会跟张善政合体 他也回应 另一同市长林用昌也跟着民进党候选人蔡世英合体 面对对手高人气也不客气呛瞎 我想他们两个凑在一起绕跑二人组 还可以超级比一比 比一比看是韩国瑜的这个爱情摩天轮 这个比较瞎还是谢国梁的免费送电动车比较瞎 林用昌还批评这样的造势害信义市场的民众交通不便 恐怕是反效果 另外对谢国梁26号指控蔡世英竞选团队成员涉嫌行贿买票 蔡世英也有反击 过去基隆有选拘以来只要是有提到会选案的林杰的单位都是国民党 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会到这个地检署 对于谢国梁这样的一个抹黑的事情我会提出正式的控告 选战倒数30天基隆选情升温 候选人间的战火也更加猛烈 TVN新闻流行回皇进份基隆报导 九合一选战进入到最后倒数一个月了 不过在台北市的选情萨喀都呢 现在还是相当的激烈跟胶着 那么呢在台北市有传出气沉保皇的传言 现在民进党要跳出来粉碎这样的留言 民进党的副秘书长现在是林赫明他说了 民进党其实是不会忽略任何选区多次要运用自己 在社群上面的号召力 那么要来支持民进党推派的陈时中 也要一并呢来粉碎气沉保皇这样子的留言 他说了获得蔡总统的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对于中央执政的肯定 那么现在呢也是由总统亲自来操盘台北市 所以呢资源要挺谁十分的清楚 哪里来的气宝说 而我们大家看到的是 现在呢他们更要举办一个社群职业的活动 光是呢这两万多人呢就要来抢这短短只有1000个人的名额 那么呢在这社群之夜呢一票难求 甚至总统还亲自出来号召社群的能量 希望能够帮助民进党在2022呢 可以增加一点民众的喜好跟支持度 而他们说呢现在陈时中呢也被影响到了 他的铁粉也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在这一波他可以来吸引到铁粉 他说选战到现在因为受到了大量的蓝白攻击 那么呢夹杀之下呢再出现了比例原则 很多呢心坛陈时中的人纷纷都站出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铁粉都跪对了 烦商民众热情打气到无心市场败票 民进党台北市场候选人陈时中应该也希望好运 能先用在首场辩论上 因为我们提出的政见的方向都非常的多 相关的我们已经蛮充足的 那至于怎么样来表现 那可能要专家大家一起来讨论 由TVBS跟三立联合举办的台北市长 选举辩论11月5号即将登场 只剩一个星期准备 蓝绿白阵营展开密讯都喊要回归市政 除了聚焦大巨蛋 内湖交通等议题 政治攻防当然少不了 要加强的部分应该是政治议题的部分 就是大家每天都还是在 在针对政治性的议题 不断的做攻防 或者是还是有一些政治的操作 那我们会找很多的朋友 一起来提供意见 跟家长教育界专家座谈 黄珊珊对市政得心应手 却也不敢轻忽 找来清明党主席宋楚瑜文胆吴坤玉 练习辩论技巧语气跟肢体动作 还有专家学者组智囊团 而陈时中则有前文总秘书长林锦昌 蔡总统的前文胆 谣人多帮忙 不过国民党蒋万安 对辩论内容继续保密到家 辩论我们都持续的 跟很多外界有经验的专家来请议 来交换意见 那我们也会把握时间将近准备 有没准备秘密武器 三方都没透露 蓝绿白叠对叠 都盼自己能在辩论当天 给对手致命一击 TVBS新闻 刘宇君丽萍 SNG小组台北报道 说自己真的见鬼了 因为把自己跟台北市长候选人 陈时中的沙画像 放在办公室外的转角处 却被解读 是被放在回收区 等着丢掉 不给自家人面子 我是第一个出来力挺陈时中的人 创作放在这边 不外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而且更加的来支持本土艺术 强调这是装置艺术 何志伟带大家重回现场离心 会怎么大动作解释 难道是因为传出总统蔡英文 知道之后很生气 民进党团紧急调月监视器 发现做这个事情的人 居然就是何志伟 要求民进党团总统可建民 好好处理 我不知道这个从哪里的消息 我有问过何志伟 何志伟说 他根本不是这样的动机 还说蔡总统会看监视器 这个是极度离谱 我有接到一些电话 然后要来跟我们看一下这样子 坦言有接到关心电话 要来了解是不是真的有丢话的动机 何志伟要有心人不要放话 但这些事还是传到 当事人陈徐中的耳力 这种文化的创作 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 那那话如果是要送的话 送我的话 那就尽快拿回我们的敬奏 这言下之意难道是 如果何委员没把他当保 那我自己可以好好珍惜 不再让自画像放在转角 那么接地气 TVB新闻 李学伟 朱光航 韋佳琪 三句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长康文哲又闯祸了 这一回一次得罪七位议长 先来还原事发经过 他用那个说黑道不提名他 那我就跟助力人吐槽 那你们那个 议长就可以 而且不是只有一个 你这样手指都算了北台湾 不好意思讲 应该哪一个不是 你告诉我不要讲 大家知道我没有七个小孩 接受专访谈到日前 跟苗栗县长候选人中东景同台 被酸黑白配 柯文哲要奉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提名候选人的排黑条款 结果反让其他六位 县市议长躺着也中枪 没有我们的幕僚就说 市长你不要开地图炮 我这只是想要消遣助力人 开地图炮就断打一通 这个讲话不够进去 被控者影射的议长们很低调 是不是黑道不知道 但凡做过必留下痕迹 台北市议长陈景祥 曾违反政治现金法 或还起诉 新北桃园基隆议长没前科 新竹县议长张震荣设装脚买票 被判两年 新竹市议长许修睿 曾犯强制罪 被列置评对象 至于苗栗县议长周东景 杀人未遂 妨害家庭等 尽管曾说被指黑道很不舒服 这国家政治就很奇怪 因为黑道不可以提名当县长 那你黑道为什么提名他当议长 不是很奇怪吗 不是讲完了 你不要跟陈景祥说个拍赛 这边这边这边 你们不要挑过离间 我可以的 我只想不惨了 我可以的 我会一直遇见 我会一直遇见 特文哲想打朱立伦 没想到扔出的是自走炮 再度热祸上身 PVBS新闻 刘玉均丽萍台北报道 将与立场鲜明的媒体高层 恋情安居 破口方式传出阴谋论 同党议员罗自强爆料 原来这不只是单纯的八卦绯闻 幕后竟然是有计划的跟派爆料 一个月前吧 助理有跟我提醒说 他感觉我住家附近 有人在住点拍摄 当时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谓的爆料的时机点 确实很多人来跟我提醒说 跟选举有关系 要我小心一点 恋情曝光后 游淑惠脸书罕见 博士一面倒的祝福 反而夹杂批判声浪 质疑他与男友立场不同 要如何监督 甚至有人完全没论述 直接说好失望 全家都不投了 而点入类似留言 却看不到相关背景资料 我确实发现有很多 怪怪的账号 不要拿别人的私事来操作 我觉得这是不太道德 很明显是被跟拍的情况 政治不需要搞得像 罗密欧跟朱立叶一样 这件事情很显然 就已经变成一个政治操作 但在最前线的战将 好像边打成了说 边是民进党同路人 面对杂音政坛 包括前工作室长 韩国瑜在内都大方送上祝福 麻烦的蓝粉到底是网军还是粉丝 永淑慧不愿意猜测 细数港湖地区 国民党有五席空间 但后厨不打算连任的老将 还有强敌李燕秀回锅 让新人压力倍增 淑慧像我自己的妹妹一样 也非常的祝福她 有什么阴谋论 其实就很容易让绿营的参选人 见列欣喜 我觉得去分化我们蓝营的五位市议员 我觉得也并不是好事 粉红恋情传出暗K政治操作党的压抑 同选区现任议员李明贤 吴世正以私事为由 不评论 留言区没杀 几小钱没有回应 只要李燕秀大方祝福 更喊话有信心全力大 港湖大乱斗 蓝绿交战 就怕这桩恋情喜事被操作利用 选战变内战 体育新闻 周一峰林家贵台北采访报道 在新北市的选情 好像就没有像北台湾其他地方这么热闹了 不过现在侯友宜要来直球对决林家龙 在11月14号 要来参加新北的公办证件会 说要把他自己好好过日子的证件 跟理想来跟市民分享 不过他们就认为说 现在他们两个人有没有机会来辩论呢 因为14号第一部分是他们证件的深论 那么再来就是进入四位发言人的提问 最后是结论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一次没有交叉的来互相询问这个环节 也让很多的选民觉得有一点可惜 因为这一回呢 侯友宜视角似乎对选战都是比较冷处理 都说市政优先 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侯友宜这一方面主打的是 在地生根12年获得支持 靠的是实实在在的阵击 看来是想打阵击牌 透过阵件辩论来展现市政的建设 让民众看到未来的新北市 可以有什么样的愿景 还要跟市民报告 2030年新北市有可以多不一样 不过在对手林家龙阵营这边呢 她说很可惜没有办法来交叉提问 因为她有很多问题想要来问侯市长 呈现对新北大翻新的主张 是她的理念 希望侯友宜不要媒体都会说 好好做事 希望是真的会回答 而且会特别属她 这个好好做事到底要讲几次 看来呢 这个公办的证件会还没有开始之前 已经开始先挑衅了 小达的高粮情变本 大家怕觉得还会觉得还会怕 你怎么cue到人 就只看见人形堪板 原来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 林家龙前一晚确诊了 虽然我没有办法跑到现场 我刚刚也透过线上 跟大家有连线 那今天呢 满满的这个感动 是因为我发现 虽然确诊 但是所有成千上万的分身 都跑了出来 选战造势不能停 尤其倒数时刻 每分每秒都珍贵 林家龙活动照旧 只好改以视讯方式进行 而这说的现站分身 包含他 总统蔡英文出席立挺 这是他第十一次到新北为林家龙服血 其实这晚只能透过视讯 和林家龙连线 所以我这一次在挑选 我们新北市的候选的时候 我真的用了很大很大的心力 细数林家龙资历 即便确诊在家隔离 林家龙阵营马照跑舞照跳 避免选战节奏被打乱 TVB的选苏凯成李延志里 组合SN9组新北市采访报导 带着竞选团队高举看板 走入街道巷弄 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 郑运鹏 27号早上 来到位于桃园中立平镇交界的 忠贞市场拜票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拜访 然后握每一只手 我们都不会分析足弱 他是哪一个人支持 郑运鹏言下之意 不管国民党民进党 还是民众党选民支持谁 或是这是哪个党的铁票区 都不重要 像是这一回到中贞市场 就被说是深入蓝营票仓 以先前两次的选战资料来看 2014年民进党郑文灿 对上国民党的吴志阳 尽管郑文灿在平镇跟中立 都有近五成的得票 但还是没有超过吴志阳 到了2018年 郑文灿对上陈学胜 绿营在这里逆转了 在平镇胜出近十个百分点 在中立也赢了三个百分点左右 民进党在这两区 从小叔到胜出 这一次郑运鹏请走基层 希望延续郑文灿的胜利 更希望从泛兰区域 多抢一点票 不过在这同时 对手张善政也积极顾票 到复兴区跟议员候选人 一起争取支持 复兴区属于国民党传统票仓 要稳住基本盘 不管是哪里选战越靠近 候选人跑得越勤 多拉一票是一票 TVBS新闻 林志伟黄凯静 桃园彩虹报导 民进党最有可能选总统的 都来帮要选桃园市长的 郑运鹏站台 毕竟要守住台湾的国门 才有机会谈下一步带领国家 但被推派出去选市长的 却被爆出嘴巴喊抗中保台 但做生意的时候可没这么做 郑运鹏主动提出来的申请书 他注明自己住在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国籍也是中国 我们也是透过专利事务所来申请的 这个是台湾长期 在国际专利申请上的一个困境 我们在这个国际专利申请上 因为我们不是会员国 所以我们都会被格式会被改成 中国要的样子 说跟自己没关系 但国民党再有 就连公司登记地址都有问题 位于台北市南京东路基中大楼的六楼 就是郑运鹏所登记的营业登记地址 不过国民党发现这一笔 并没有在他的名下财产来登记 质疑这里是不是空壳公司 看到这个实价登录交易 这个地点是8672万的豪宅 你在这个豪宅里面登记了欧业新媒体 你要讲清楚这个产权是谁的 原始公司登记的场所 它应该是主办大楼 主办大楼 那我们我很早就离开公司 公司很早就搬你那个地址 强调很早就离开公司 但还是被质疑财产交代不期 还有前脚落选后脚就到大陆做生意 那国民党他们要保抹缝 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家觉得蛮荒谬的事情 落选的时候到大陆去爽爽的实现 他的台湾价值 然后执政的时候又回台湾来夺取政治红利 说两岸经贸交流没有问题 但被挖出曾经讨好对岸的痕迹 国民党要占运棚就别再拿抗中保台的红利 TVB新闻林志伟 朱光宏伟佳琪 台北桃园采访不斗 就在选前倒数一个月 一点小差错都不能有 更何况是被抹红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被质疑他担任执行董事的数字亡国集团公司 其中有两大股东并非单纯入资 而是中国大陆国务院和中共解放军的资金 桃园是国门的第一线 我们要询问张善政先生 你是不是要当那个把解放军 引入关里面的那个资讯站的破口 遭到质疑张善政立刻开记者会反驳 强调数字亡国是世界上重要的跨国公司 他们所谓有共军背景的投资者 保利文化和中信 没有控股权 也不是最大的单一投资人 而且实习董事中只有两席是陆籍董事 根本无法左右公司的发展 不管在财报 数字亡国财报 或是在数字亡国网站上面 介绍董事人的时候 董事背景的时候 怎么称呼我张善政 他写台湾前行政院院长 如果这个公司是一个录制主导的公司 可能会写这种字样吗 不只他被攻击 国民党阵营也把炮火对准 对手民进党的郑运鹏 被爆出喊着抗中保台 做生意却没这么做 说两岸经贸交流没问题 但被挖出曾经讨好对岸的痕迹 但是那个格式也不是我写的 那是国际的 国际上面这个专利组织的规范 你来我往的抹红大战 蓝绿两党也各自大动作切割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在新竹的选情同样很激烈 尤其是国民党推派的林根仁 现在似乎出现了被冰原化的危机 加上之前台中市长 吴秀燕才跟高宏安合体 被人家说是不是 要来请大家支持高宏安 也引发很多热议 那么现在林根仁就希望 来凭逆转胜了 而我们但已经看到的是 其实林根仁自己也陷入 这个论文的争议 但中华大学精神医委员会决议 他在撰写过程当中的 抄袭行为不成立 让支持者解除这些疑虑 没有像林志坚那样 但是知识度只有回血而已 没有加分的作用 而我们但已经看到的是 对他来讲有减分的 恐怕就是10月8号这一场 台中市长卢秀燕跟高宏安 两个人一起合体 说要来考察 让不少支持者相当的疑惑 到底是要我们投高宏安 还是要我们支持林根仁呢 这也影响到新竹市蓝军的士气 有没有可能出现气宝效应 不过我们但已经看到的是 现在他有没有可能沦为 林志坚2.0而民调崩盘 因为他需要再面对 交通大学的学轮会 在选前做一些评判 还得观察 但是选战目前逆风前行 可以说是步步惊心 再加上高宏安的民调又是高居不下 那么蓝军主打 桃源民进党 导致整个林根仁就被边缘化了 尽管他邀了党内的大咖 甚至连韩国瑜都来帮忙了 但2020年立委选举 37%的选票 能不能催出基本盘 来凭逆转胜 现在对林根仁来讲至关重要 民众都问他 到底是柯建民 还是沈慧宏在选新竹市长 笑说柯建民打他 比沈慧宏还打得凶 尤其是惊要高宏安任职 资测会的这件事情 不要再做这些莫需要的指控 希望民进党的立愿党团总召 可以赶快回到立法院 作证来审查民生预算 才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要柯总召回归本业 不要跟着选举起舞 只是面对民进党跟资测会 一波又一波的质疑 似乎没影响到高宏安的选情 根据TVBS选前一个月的民调显示 目前高宏安的支持度 比7月份上升8个百分点 以34%的支持度稳坐第一 第二名的沈慧宏也增加4% 来到27% 倒是国民党派出的林根仁 在这三个月来下滑了6个百分点 只剩21% 尽管高宏安被兼职风波笼罩 支持度却不减反增 但对手阵营还是继续攻击 高宏安的竞选总部违线有问题 都是民众党的相关的服务的据点 那我想高宏安不应该再去做切割 其实他是民众党的党部 而且现在呢 其实已经没有在使用了 因为我的竞选总部是我自己 我们在这个竞选总部的团队 我们另外在沉住的 面对攻击 直球回应 不让对手再有做文章的空间 也许这样的直球对决态度 反而让高宏安越被攻击 越被选民喜欢 这位新闻主观伟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三位国民党台南议员急着开记者会 安平跨港大桥一定要干 这么用力向选民喊话 因为同党籍市长候选人谢龙介提出 当选后要重新审视检讨安平跨港大桥工程预算 此话一出被解读阻挡建设地方炸锅 北区的议员 来说我南平的事情 实在是没免疫苗 我在南平达过去 不知道达出来的痛苦 谢龙介此举 真的是母鸡踩到小鸡 小鸡赶快跳出来要求自保 来跟谢龙介做切割 绿营狂酸谢龙介拼选举 踩到自家人都跳脚 反倒是谢龙介觉得 跳脚的是民进党 争取超过十年的安平跨港大桥 希望盖桥可以舒缓安平观光区的交通问题 五年前工程评估9.5亿 结果两度流标 经费调整为13.5亿 但现在增加到了18亿 足足翻了一倍 谢龙介抛出重新检视证件 却让同样在竞选中的同党议员们 急着划清界限 TVBS新闻顾首昌谈谈报道